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了央视的这次播出 估计全中国人民都会去看《战狼2》了 这下想不过20亿都不行了 这也是对吴京付出努力的认可 这篇《战狼2》的报道持续两分多钟 报道中采访了吴京 吴京的努力终于换回了回报 有梦想就要去努力 周星驰曾说过做人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2015年的《战狼》已上了央视新闻 在这之前 也有徐珍和王宝强主演的电影《太久》 以上过央视新闻 吴京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演技 即用一部电影嘲讽了整堆的小鲜肉们